Hello 大家好 我是Sholid 我是小學生錄 哇 我們很久很久沒有錄影片了 你有點都在忙 對啊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台灣非常有名的文博會 是每年度的文創產業的盛事 我以為你要介紹平板動科 no no 這個是我們的小道具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文博會的網頁好了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上他們的網頁去看一下 他會有很多的介紹 那文博會呢是從4月16號到25號 先跟大家講一下那個展覽的時間好了 台北的部分的話有分三個展區 是華山 松山 還有花博 鎮宴館 好 我們看一下花博 花博的部分是文具愛好者最想要逛的地方 那他們是從21號開始到25號 不然我們會去嗎 我們會去 我們要禮拜六的時候去 我們要禮拜五請假去 不行 因為我很忙 所以我沒辦法請假 那禮拜四請假去 就麻煩大家禮拜四禮拜五請假 讓我禮拜六的時候不要人那麼多 對阿 怎麼辦 我們會帶Switch 而且我已經決定好了 我們大概九點就要出門 但是十點開始我們九點就要到 我跟你講你九點到的話 他們就已經到滿了 對阿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 六點就要走了 六點 你願意陪我六點到 我可以阿 你可以嗎 我起來起來嗎 我 我 我 那我們從廠商名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比較關注的一些文創的創作者 跟我想要買的商品 他有分三個區域 是第一到第三 他們有一個地圖 所以大家也可以尋著他們地圖跟每一個創作者的編號 去看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你就快速的找到你關注的創作者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區 第一區好像都是比較大的品牌 然後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說的是這個 路遙原創有限公司 會認識他們是因為我們之前扭了一個扭蛋 超可愛的 而且就是他們會用台灣相關的一些動物 跟異象去做他們的扭蛋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那個 IG 好 那這個是我的IG大家可以追蹤一些唷 他的那個扭蛋真的超可愛 而且結合很多很有趣的元素 我想要特別介紹的是這個 就是 我看一下喔 他們做的扭蛋在台灣算是非常厲害 我覺得很精緻 精緻度應該是台灣前幾名的吧 然後我再想介紹的是這種甜點系列的 他是結合很多小動物 這是他們的背影是不是很可愛 而且每個人都有影子很好笑 對他們是爆漿系 對他們是爆漿系 很可愛 詳細介紹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紅豆餅嘛 嗯 然後有個突突 奶油餡 噴出來的感覺 哇 很可愛 而且你看他的細節 是不是 餅皮那邊有那個 摺痕 對 這個小籠包 他們上色真的很好 很厲害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還沒有拿到食品 很期待可以拿到 這個是 菠蘿麵包 欸這不是10月就出的東西嗎 那還沒出喔 10月嗎 他10月PO的文啊 對啊 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沒拿到欸 可能再追蹤一下 這個是超可愛的 紅貴賓的那個 銅鑼燒 這個是超可愛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這是個巧克力 狗狗 是貓吧 喔貓 對不起貓 你那麼愛還 真的超可愛的 我的天啊 看起來很好吃 好 我是想要的是 兔子跟雞 是鸚鵡吧 喔鸚鵡 你那邊你也是 最喜歡的 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大家可以再去 關注一下 他們的新作品 在文博會 我相信應該也會有 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都划那麼快 我沒有看到剛剛那些 喔你想要看 我想要看這個 我來划 好 這個 喔這個超可愛的 最後原起物 這個好好笑 超可愛的 我想要那個 最後 最後狸貓 最後狸貓 對 它是這全部裡面醉醉的 最後狐狸感覺還沒醉 對 它感覺還可以喝很多 還可以繼續喝 才剛開始 他們有在真的很有創意 而且很酷 對 黑皮與皮下組織 這應該你也知道吧 這是一個追動喝酒的公司 不是 它是台灣吧 創作的一個IP 他們就是一開始是致力於就是把台灣的一些故事 歷史性的東西 用小影片的方式分享給大家 然後他們也創造出了很多大家都很喜歡的IP 像黑皮啊 或是這個黃哨啊之類的 他們都是台灣特有的動物 你看那隻熊不會想喝酒嗎 不會啊這熊超可愛的啊 那感覺就是很那個天然呆 對啊你不覺得嗎 是啊 好 再來是 其實有很多我都還不認識 所以其實這一次我去文博會的很大一個目標 也是希望說可以多認識一些文創的創作者 喔我有看到一個新的 這個 這個是胡創 喔這個這個這個 我覺得這超Q的 這就是一個 胖老虎 胖老虎 這個很酷 超可愛的 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區 第二區呢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自己印紙膠帶 我覺得應該算是台灣蠻大的一個印刷公司 專門印製紙膠帶的一個公司 那他也跟很多的創作者有合作 然後做出還蠻高品質的紙膠帶 是成品裡面有是嗎 他有在成品設規 你是說我們去那個松葉那邊 對其實還蠻多成品應該都有他的規位 嗯 現場做了很多展示 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想法說 這些紙膠帶要怎麼使用 所以我們每次去成品的時候 都會去逛一下 好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是 想跟大家講的是 Hours森林好朋友 我們看一下好了 Hours 他們的創作呢 是很擅長用很多媒材的 他們很擅長用 呃 鋼餅 水彩餅 蠟餅 粉蠟餅等等 都是會創作出很多拼貼的效果 看他們的IG是蠻療癒的一件事情 他們做的一些插畫啊 作品啊都很豐富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那個好了 我最有興趣的呢 是這個 森林油鎮的印章 是油搓的感覺 它線條很漂亮 對很漂亮 而且它是有粗細的茶椅的 就是有油粗變細 油細變粗的那種感覺 應該是鋼筆畫出來的吧 我很喜歡那個星星草 星星草 我也覺得蠻特別的 對感覺好像踩下來 嗯 總之呢就是用花卉結合 成為一個油搓的感覺這樣子 也有力量 很漂亮 而且它的包裝都超特別的 呃直播上面 它有特別的說 它在包裝上面 還有一個receive的 自己做的那種油搓的感覺 嗯 就是連包裝都很用心的一個品牌 好 然後他們的木頭呢 是壓縮木的 雖然品質當然不能跟蜂木相比 可是相較之下 價格就會比較實惠一點 喔是這樣子嗎 對 好然後再來這個我也覺得超酷的 這個是花花的紙膠袋 喔它是紙膠袋喔 對這個是紙膠袋 啊這很Q 這很酷耶 這個是由杏粉彩去做的 你看這超美的 喔對啊 很細緻 很細緻 點點點 對啊點點點 好然後你看它的IG 其實整個排版 然後整個拍照的技術都覺得非常紓壓 你不覺得嗎 那種文創 日式文創感 對對對 對對對 喔它還有開課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它怎麼畫畫的話 可以去上它的線上課程 好喔是線上課程喔 對線上課程 那你就可以上啊 對啊 那你之前買的課上了沒有 還沒 喔這個也是 喔這個是鋼筆 好想買喔 我要買買買買買 不要浪費錢 一支980 鋼珠筆的話一支680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寫鋼筆的人也可以買 你不覺得很高級嗎 林蘭座 要是你沒有要寫鋼筆的話還是不要買 喔你如果不寫鋼筆 你就可以買鋼筆 那你沒有寫鋼筆 也沒寫鋼筆的話 你就可以當成收藏 浪費 好那我們繼續 最後就是馬路口 就是你愛的那個兔兔兔兔兔 我超級喜歡他們家的作品 它的作品都是以小動物為主 然後擅長用水彩啊色鉗筆等等的媒彩 讓作品呈現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這是目前最喜歡的圖案 喔我最喜歡的一個文創作者 然後他有做很多東西 基本上我應該他的作品我應該都有買過 就是有紙膠帶啊有印章啊 還有塔羅牌啊還有課程 他上課真的是非常細心 也會把步驟講得很清楚 上完課之後的完成度很高 我最有印象的是上次他在上課的地方 是個冰淇淋店 喔對啊冰淇淋也很好吃 對 因為我學妹這次的冰淇淋就知道了 好讓大家看一下他的IG 路口 好這一次呢我想要買的印章是這個 喔是這個咖啡組 小貓咪超可愛的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拒絕那種咖啡系列的 素材欸 嗯 對不對 就超可愛的啊 然後還有你看 冰磚咖啡小貓 他幫你加咖啡冰磚 我加那個Avocado那個就好了 超可愛他幫你倒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然後呢他 這一次我還想要買的是這個 這個呢是窗邊故事的紙膠袋 然後你不覺得很溫馨嗎 就是如果你家有小寵物 就會希望他可以跟你一起這樣對不對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的是 中間上面紫色那個 對我 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我一直幻想說我的家以後會有窗邊有一個發呆庭的感覺 全部抱枕圍繞著我的那種溫馨感你知道嗎 嗯 你坐北車門口 為什麼 他有很大的落地窗你可以睡呢 OK 那我要自己拉那個抱枕 然後你還可以抱個小野狗野貌的那邊 遠處的硬件硬件 好 然後 你都沒有問我喜歡哪個 嗯 我想想看 這個 這個是 就是一起彈吉他的 你怎麼會知道 我也不知道欸 覺得那隻狗狗很像你耶 為什麼 你是不是很像狗 很可愛啊 是不是 而且一直唱歌 社會狗 我給你看一下有沒有大張一點的圖 這個 公式狗 公式狗 好 我真的是這一張 這一個是一定要 他們都那天 Model沒有穿衣服 哪裏 你說小碗熊嗎 他是那種人體素描客 那碗熊人就 我脫 我為的意思脫 都脫給你看 他一直很開心 很可愛 不行 他這樣子我一定會 就是愛死他 然後馬路口也有 拼貼這一卷紙膠帶給大家看 其實他的圖真的蠻大的耶 很值得 對啊 蠻值得的 你就每天就貼一張上去就結束了 你就不用佈置你的那個手上 是 馬路口的貼紙貼上去 對方結束 好下面 也是 也是蠻好的 然後貼完了給你看 你看我做的筆記本好不好看 是不是很偏離耶 好啦好啦 然後還有我這一次想要買的還有一個 我想要買這個海報 尋找你的IP大神 對我很愛這個海報 OK 很可愛簡單出爆 簡單出爆 我很愛這種東西 這有沒有賣 不知道耶 這個是台灣文博會的廣告嗎 超常從文博會專長摸回來兩張 可以喔 好 我看一下我記得我還有一組印章要買 像這個啊就是蜂木印章 然後他就品質就是真的比較好 摸起來很滑 應該是可以放很久 所以他當成一個收藏價值應該就是 妥妥的 這個真的超可愛的耶 你不覺得這隻狗狗躺在沙發上很可愛嗎 我喜歡貓咪講故事 貓咪講故事 給貓咪聽 給貓咪聽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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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不定他轉過來是女高中生啊 真的嗎 這感覺就像是國外的天空啊 OK 好啦 喔 這個有個攻略 大家可以去看這一則貼文 這邊呢 他有講說他這次新品的是哪一些 那他同時也會帶一些他以前的作品給大家 好 印章真的是三組都要收 你會不會覺得我一直花錢 會 好啦 好 那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實際上買了什麼 好 再來是這個 那他們的創作者叫做茄子先生 那茄子先生最擅長的就是用英文書法 結合一些拼貼的元素 然後讓你的拼貼的效果更可以畫龍點睛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IG好了 他的IG長這個樣子 他的風格也是蠻一致的就是日系風那種很清新自然的感覺 然後這一次我要買的就是這一組印章 這種感覺很實用耶 線條啊什麼的都很好看 你什麼時候用到那隻手 你什麼時候用到那隻手 就是比如說我要說我很開心 那就比個頁啊 好 這個最實用吧 這個 here 的這隻手 那個箭頭 對 印章的側面也有他的名字 我覺得 I don't care 也很實用 喔 真的很實用 對 就是人生就是要來一點負面進去 你在記錄其中那頁就蓋一張 I do care I do care 好 那再來是這個也是我這一次的購物清單之列 這個就是有點像雜誌風的感覺 那隨便剪一段貼在拼貼裡面都會很有趣很好看 嗯 就會變得雜誌風起來 就馬上立馬變酷 對啊 馬上變得很好看 好 那 茄子先生也會在他的IG裡面分享他的拼貼的一些直播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也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好 然後再來呢 是小島降所 小島降所呢 是主要做首刻印章 普萬都是非常童趣的 非常簡潔 他會分享一些刻章的那個印面 每次我看的時候也會覺得非常療癒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的那個首刻印章的印面 你可以看到出來他的凹凹凸凸的那個感覺 磨木頭的聲音感覺會很療癒 應該會喔 可是他應該不是磨木頭的 他的作品當然 他就是刻了一個印章之後 交給廠商去大量製作 但是有時候他會在他的擺攤的時候 釋出一些他自己首刻的印章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那個圖案想要收藏的話 就要密切關注 這個熊太可愛了吧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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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切 切工 QQ的 很可愛 這一次我想要買的膠帶是這個 這真的很可愛 就是他的線條是比較同趣的 對 跟剛剛我講的那些創作者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他這一次有跟Leko一起合作的 這個也是一個創作者 他的這個叫做 你好工作室 那我們先來看好 終於跳到這裡 那你好工作室 他主要的IP是這個 狐狸 小狐狸 而且是非常靈巧的狐狸欸 非常可愛 然後他的作品都跟小狐狸有關係 這個是他的印章 OK 飛天狐狸很可愛 喔他有文博會專門的一個動態 嗯 這個是當天會送的 Hunlessen OK 時間地點 哇 OMG 喔 這好Q喔 飛天小狐狸 欸這個超可愛 這有點像是磚 花磚的感覺 對啊 這好Q喔 超值得收藏喔 對啊 然後這個是貼紙 印章吧 印章 嗯 指拍非常專業的人 喔這個是扭蛋 說到扭蛋 有一些創作者會把自己的作品 做成小小的扭蛋 放在扭蛋區 基本上大家都會去搶啊 因為他們都是文博會限定的 文博會結束 他們也不會拿出來販售 所以大家就是搶爆 直接搶爆 那沒有限定一個人可以扭幾個喔 好像有欸 好像有限定一個人可以扭幾個 因為之前以往的經驗都是 那邊都大爆炸 對啊 然後大家還會生氣 所以主辦單位其實是有限定的 應該要限定的 然後除了限定之外啊 就是有一些創作者 前年啦 有一些創作者是會分批的 比如說第一批是十點 先放一些 然後十二點再放一些 然後下午再放一些 就是讓不同時間看展的民眾 可以去扭扭蛋 但是 但是我 我都扭不到欸 扭不到 什麼叫扭不到 是你沒有排到還是你扭不到你想要的 我都 我都先去衝去買東西 所以你真的要安排好你要幹嘛 那天 對啊你不覺得這真的是 這個就跟天志願一樣 這跟去逛迪士尼一樣 你就最愛的東西 沒有嘛 迪士尼其實你可以待一整天啊 東西也不會不見 可是這裡也可以待一整天啊 可是它東西也不會不見啊 喔對 迪士尼最多就排久一點而已 可是那怎麼辦呢 你扭蛋你還有限定扭幾個 我怎麼辦 我很難欸 什麼叫你很難 你就扭幾個啊 四個就四個啊 五個就五個啊 可是每一個創作者都有啊 像馬路口也有啊 所以你就要排你的志願嘛 你的第一個是什麼 你的第二個是什麼 你好工作室這次的扭蛋是 就是氣茶店主題的 你知道氣茶店是什麼嗎 有點像是日本傳統的那種咖啡店 女圖咖啡店 不是那種 好我們來看一下 東圍雙行 這一家 這個創作者呢 我知道我知道 是水泥的那個 對水泥的 就是他很擅長灌水泥 其實很恐怖喔 這什麼恐怖故事 怎麼很奇怪 他們是自己會畫一些圖 他的風格就是比較特別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的那個印章的取手 你知道取手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就是你手拿著的那個部分 一般的印章取手都是木頭 這取手 你聽起來好帥 弓箭還各種名詞呢 可是這種名詞 是大家都一直在用的啊 只是剛好你不知道而已 什麼東西都有取手是不是 對 沒有印章的取手 他們會這樣說 就是你手拿的部分 他們的印章呢 就是會用那個印泥 所以每一顆都超級重的 然後也會讓人家覺得好像很有收藏的感覺 因為比較重 對比較重 就算是你買到同一批的印章 同一批的水泥做出來印章 你每一顆還是會不一樣 就像那個那種陶瓷東西一樣 對 就那個燒出來的顏色不太一樣 對對對 而且他的顏色都非常的好看 真的很厲害 就是配色很厲害 有料配的很有趣 對 那他們的IG就是這樣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你看他們的水泥 每一層都不一樣 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預期說 做成什麼樣子 所以真的每一顆都是緣分 我只看到响屁欸 你不覺得真的很酷嗎 他們這一次文博會的新品就是這些 我一定要買爆 真的就是人生就是要有一點厭世 我最想要買的是 根本就是一身响屁 這就不是我說了嗎 然後我另外一個想買的是 金氏劇情今日真實上演 而且他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一些重點字還會幫你點下面 很可愛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每一顆放上去就是感覺像藝術品 這一組是感覺 這是買多買少的問題 這是這一組一定會買 這個人就發瘋 這個人就覺得自己就是當 就當天突然冒出一大堆現金出來 我有帶我老公 我跟你講這黑社會應該去旁邊就是 那種開個當舖的旁邊 然後你看這個是他們灌的那個水泥 是不是很有趣 你不還錢的把你灌水泥 你不要這樣子 你就可以做成我們新的印章 喔我還想要這個 我想金元寶 就是我這麼愛買買買 就是一定要有個金元寶 好不好 好 你看他的那個IG的風格 顏色比較鮮豔 很擅長用一些素材去做品貼 就是很台式的那種 對對對對對 像是這種東西 像是那種搬家的那個貼紙啊 我就會直接把它對掉 像公寓大樓廣告那種感覺 對 可是你這樣貼上去 就會覺得 這真的很厲害 你去錄像那個路燈也有很多 你可以撕回來貼 好啦然後他們還有一個特色是 他們會幫你做長書章 長書章像這個 什麼是長書章 像這個 喔 對這真的很酷 你會跟他說你要什麼字 比如說你的 你可以用你的本名 或是你用你的英文名字 然後他會幫你畫一個印章 像這個 可以跟他說就是你 你要拆解成什麼樣子 可是長書章真的是就是看運氣 我從來沒有定成功過 因為很難 很難搶 所以我覺得以後 人生再次一定要搶一次 如果你們對長書章有興趣的話 就是一定要關注他們的IG 他們會在IG裡面公佈 什麼時候開始開放製作 好啊好啊 班尼插畫主要畫的是 比較像是少女風 所以他會做很多很好看的少女圖 看他們的穿搭很療癒 那他也有幫一些服裝品牌做廣告 一開始我踏入拼貼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很喜歡很喜歡用他們的素材 那現在呢 現在也喜歡 但是有更多可以用了 所以現在就是相較之下會少一點點 好你看 他就是女孩系列 你看超多的 嗯 就是大家喜歡女孩這種素材的話 一定是會認識他這個創作者 喜歡女孩的都可以收集 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是那個紀念章 文博的紀念章 這是他的女兒 然後他們應該是他們家的貓咪 嗯 所以大家去文博會要記得帶本本 因為有很多印章可以給你蓋 超可愛的 對的 我真的好羨慕他們會畫畫的人喔 都可以把一些線條畫得很好看 對不對 嗯 嗯 好 OK 我們即將進入第三區 第三區呢 略過略過略過 嗯 大部分我都不認識 所以這次我 之後我們會做詳細的影片介紹每一個 嗯 我試試 不要試啊 你就做短片短片就好了 好啦然後再來是 剛剛有介紹到你好公做事嘛 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小狐狸的 你好公 你好公做事 好 你都不認識喔 不認識 你也是不認識太多了吧 欸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認識 然後想要推薦給我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好可愛喔 黑白小姐插畫設計 喔虎爺那個也看過很多次 虎爺 每個公司的簡介都很 很短欸 很沒有什麼意義 你知道嗎 這個是 這個是 主辦單位限定的嗎 主辦單位的簡介就是 你不知道這個品牌 你看了它的簡介 你也不會知道它們什麼東西 那要是你知道它的品牌 點進去完全對你又沒什麼用 對啊 所以我們剛才要用IG做輔助 喔還有這個點點成 它的創作大部分 當然有一些不是 大部分是跟旅行有關的 那它有出一些書 是紀錄它的旅行的過程 嗯嗯 好給大家看一下 很值得的書 很值得對不對 你有看過 雖然沒看過內容 我只看過圖案 它的圖案非常的完整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它的主修有關係 那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像這個 這個是後裔器兵 它畫的這整面啊 就會把它的結構弄得很完整 然後感覺真的是在看一幅畫的那種感覺 嗯 喔這個很酷欸 它就是把一些樹把它畫下來 這感覺是從滑IG裡面學到新知欸 喔是嗎 對啊 我之前有買它出的書 是這一本 這一本是畫它去日本玩的旅行手 這樣的感覺 那其實裡面有提供一些很有趣的 很有很實用的知識啦 很實用的小工具這樣子 然後它會結合一些它自己的話還有照片 所以真的是蠻豐富的一本書欸 完全沒有灌水 你看超好看的 對啊 而且它的結構真的很好看 它的背景啊都會顧慮到 然後它的陰影 非常的舒服 好 OK 欸這個超有趣的 針灸同仁 好餓喔 OMG 這很酷好不好 這很酷 好這次我看到的話一定要買 OK 好 然後呢 它這次好像出了這個新書欸 這一次文博會也可以買它的新書 我真的覺得它的風格真的好好看喔 看得很療癒欸 你喜歡嗎 我非常喜歡 OK 結束了 文博會的介紹都就到這裡 那 之後我們買什麼作品 會再拍一個開箱影片給大家看 好啦大家就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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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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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